Hello,大家好,我是Beggy 相信大家每次都会遇见一些问题 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鱼生白点,我们应该要怎样? 那么鱼生白点过后呢,我们应该要怎样处理? 鱼生白点的过后,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处理我们的鱼 而导致才不会让我们的鱼继续死亡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板 他现在在看鱼 来,大家好 他今天呢,就发觉到我们的岗里面呢 有一批鱼呢,是生病的 那么这一批鱼呢,原本不是住在这边的 它们是住在我们后面的那些鱼 那些岗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有问题的过后呢 我们就必须要医治先 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鱼的品质是好的 要quarantine它们,要照顾好它们呢 才可以让给顾客拿到这些鱼回家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 要如何解决鱼如果发生的白点病 老板,你现在是不是发现到鱼有5分白点病呢 对对,先带你们看看鱼中白点的症状是如何 一般上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啦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这些鱼呢 看到吗? 它的身体上面呢,有白点的啦 它们的白点方式是怎样呢? 你看到它有一大大的那个鱼的东西呢 是长在它的鱼的身体的鳞上面的 我们再来拍靠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 OK,等一下,你看得到那个鱼的身体吗? 就是很明显的白分 你看整只鱼白白白白这样 好像发霉发霉的感觉 在那个鱼的身上的 对对对,这种情况下呢 OK,不必太担心啦 也不用太紧张啦 当然,OK,虽温支插椒换得太快呢 鱼也会中白点 老板,我想要问你一下啊 为什么我们的鱼会出现白点呢? 哦,水温,水温的关系 或者是本身 你有带入一只鱼它有白点的 然后它也会传染啦 啊,会有这种症状啦 也就是说我们的温度出现问题 有导致到鱼会生白点 对对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鱼可能有一只刚好出现问题 所以会导致到一匹港豆有白点 对,你没有看到,你没有注意到 你缠下去,缠下去 它就会传染到整个港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 我们看到一匹鱼 有一只有白点 我们就要把那只白点的捞掉 嗯,如果是你在那种 比较容易捉到的地方呢 鱼缸里面你可以捉出来 把它隔离 然后移植它 一直毫了为止 然后你才缠下去 如果一般上是在草缸的话呢 我们都是不把它拿出来的啦 在草缸里面呢 因为水质的清澈全部很好 阿摩尼亚那些全部都是保持的很好 所以你不必太担心这个东西 还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在你们买鱼回到家之前 把鱼放进鱼缸里面 记得一定要兑水 因为兑水呢 一样的温度过后最少20到30分钟 然后再把鱼加入在你的缸里面 就整个袋子蒸住先 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水的温度 因为打包回家新的鱼 你们没有兑到水的话呢 它就会有生到白点病 就像类似这样子的白点病 的巴学力呢 就很高很高很高 感冒 伤风 喉咙痛这样子 感冒 伤风 喉咙痛 如果你能捉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放这些药水 Santive white spot Fungus 这些 对对对 可以使用这些 就是说你把有病的鱼 拿出来一个小钢 放在旁边 点一些这些药水 White spot Angus Fungus 这些药水呢 来解决掉你的鱼 有白点病的问题 对对 你的看了这些一点一点白白的 它是属于瓜虫 瓜虫的家族 我们用纤维镜看得到它是属于刮虫的家族啦 但是我们不要讲到这样那个太过深了啦 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是要怎样医治它 如果你在炒钢的话很多都会讲 我买了一只TetraE在里面 回到家他没有白点过后他生白点可能他感冒了 不用太担心了 最重要第一食物一定要吃得好 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要吃东西 因为胃口不好啊 就要偏它啦 偏它胃口好 我们要喂什么 最喜欢的这个凤年侠 凤年侠 他看到它一定不会打喊的啦 就是说要把鱼喂得好 要让它吃 你要让它吃 你看这样一点点 他有吃就有希望了 就是要给他们去吃 这样子是有吃了哦 对 吃肥它 吃肥它 哇 你看 杠杆喂 吃肥它 吃肥它了 它两三天你会看到好转的 这个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方法啦 在草缸里面 在草缸里面 如果你是喂食的太多 凤年侠会导致到你有滤水的问题 因为水太肥啊 因为凤年侠毕竟它都是肉食啊 很害 protein 当然这些鱼我们主要是喂它 喂它吃 吃了康复好了 只要它能康复我们就停止了 然后就继续喂回鱼粮 才不会导致到水败坏 所以你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喂它吃的是凤年侠 你可以看到这些鱼呢 就在猛猛的吃那些凤年侠 它抵不够这个凤年侠的那个 诱惑了 鱼的胃口不好 就要喂一些凤年侠 让它回复它应该的状况 如果没有继续喂凤年侠的话 如果没有喂凤年侠啦 你们喂鱼粮 它可能不吃不吃了就 就是慢慢饿死啦 饿死这种现象 首先它一定要吃 它吃啊你就很好照顾了 然后你再下药水啊那些 你quarantine的别的缸 你下药水很好很快就康复了 嗯也就像人这样子咯 如果没有吃胃口不好 这样你再放多少药 都会因为药太强 导致它的鱼死 这些慢慢胃就 make sure它有吃完再夹 吃到它的肚子开始肿吐出来 OK它饱了 然后你就可以停了 你看我们喂凤年侠给这些鱼吃 哇哦你看它们吃到多么的开心耶 草缸没有事的话 就不要无端端去喂凤年侠啦 对没有事情就 导致到你会有滤水的问题 水会滤 然后又会生青苔的问题 所以多数我们建议呢 你们喂了凤年侠 给我换一点水 换一个10%的水 大概一个10%的水是这么多 你换一点水的话呢 就会保持到那些 它的ammonia被挑走 那些鱼大小变的问题 还有肥水的问题 就给它挑走 这样你的鱼呢 就比较不会因为草缸嘛 会有很多elgay fungus elgay跑出来的问题 所以鱼呢也会健康啦 还有一个东西 顾客有问我 我的鱼生病中白点 那么我的鱼要捉出来吗 蛤 蛤不会中白点的 哈哈哈哈 没错没错 蛤是不会中白点的 那么只是鱼才会中白点的啦 问一下老板啊 如果啦 我们今天 放这个anti-white fungus的药水下去啦 会不会伤害到鱼 ok 有些会 有些不会 你就要注意它的品牌 然后它的说明啦 啊 这个是可以用的 哦 这个是shrim safe product来的 所以你们要记得 所以你抄下去 要买药水 要买有shrim safe product 如果你的缸里面 有shrim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要买shrim safe product的药水来放啦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好难开哦 啊 那么要倒多少呢 我们这里后面呢 多数都是会有说明书的啦 你们买这种好的品牌的呀 他们后面就跟你讲说 多少drug啊 给多少的 这样子这个呢 是 4个dose for 500lits 就是这样放一点点下去 你看它刚才倒了一点点下去 没有没有 那个是沾到我的手 沾到它的手 把它倒一点点下去 一点点 把我4个drop啊 喂 他讲4dose啊 很少罢了耶 你太多了啊 哈哈 太多了 一倒就全部出到弯来 倒一点下来就好了 倒一点 倒一点回气又全部回到气 对对对 你放一点就好了 再一点点 这里有虾的啊 你看啊 这里有虾 有虾在这边哦 哎呀中它都没有事的 它都不会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啊 嗯 然后就会看到水有点蓝 偏蓝一点点 那么平均过后呢 你们就要保持换10%的水 就是一直换 一直换 一直换 换掉它就好了 就是这么容易啦 如果用Yspot的话 我个人建议用这一款不错 因为它是Shrim Safe Product Shrim Safe Product Shrim Safe Product 跟Shrim Safe Product 好的 就是这么容易啦 如果今天你的鱼有白点病呢 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这样子处理而已啊 记得为它们吃好一点 它吃完了 你看它的肚子有差不多 有开始肿起来了 哦就是吃饱饱的感觉了啦 嗯 我们再加一点点给它去吃 啊 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把我们的鱼给养肥啦 这种呢就是我们处理 在我们的水草缸里面 如果看到鱼有外 fungus的时候 所要的处理方式 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 鱼里的鱼有什么问题 就是要这样处理罢了 你有放好这个药 啊 康复的那个 啊 能力很快 很快 可以说 几天你会看得到 一个礼拜里面 它就可以完完全全的 解决掉你的问题了 嗯 康复的更好 就是这样子 当然那你每天都要喂它吃啦 要喂它吃好一点啦 嗯 等它们康复了过后呢 那你就可以继续喂回我们的鱼料给它 哦 还有一件事情 喂 喂凤年虾呢 要把filter关掉吼 要不然你的水一直冲 它跟凤年虾跑到乱七八糟去了 对啦 然后被吸进去 对对对对 filter一定要关吼 大家 filter一定要关 这个是小catball给大家分享的 欸 是不是这样容易 这样容易 就是这样容易 如果你的今天的鱼呢 生white fungus呢 不要去担心 white spots white spots and fungus 那么你们其实要用这个牌子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牌子不错 我们用了过后呢 都觉得它康复的很好啦 那么还有的就是记得 你的鱼一旦不吃饭的时候呢 就要尽量的喂它吃好一点的东西啦 好啦话不多说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按赞 那么下次呢 再跟大家分享哦 拜拜